吃茶寺廟防疫拉出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不只室內得相隔1.5公尺 凡是禁廟 戴口罩 噴酒精 量體溫也是必須 我們的淡水大拜拜 新增大拜拜 廣中出銷 大型繞境逢年必舉行的大拜拜活動 碰上疫情關鍵期 通通喊咖 即將到來的無一廉價 從中央到地方一再叮嚀 密閉空間不要去 針對可能湧入人潮的風景區 侯友宜喊三階段管制 必要時刻祭出重手 景點全封 在現場發現人流車流超過我們的負荷了 一定會啟動 阻出不進 再下來 如果沒有辦法控制該封的路 我就會把它封起來 就不讓人家進去 不只聚焦 全台防疫更得從全球疫情評估 以新加坡為例 就怕新北9.9萬移工成破口 侯友宜突襲檢查 禁止群聚 從3月社區感染演練一路到封城兵推 不只領時鐘也當縣市領頭羊 超前部署下階段進度也提前預告 我們也知道疫情現在還在第一個階段 還沒進到我們第二個階段的社區感染 到第三個階段的整個擴大管制 新北市的做法是整套的 不是單一個作為 新北402萬人口全台居灌一旦出現任何破口 都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即便中央再三強調離封城還有好一段距離 侯友宜已有備無患作為地方防疫前提 持續和中央分進合集 記者動用中國文宣N3區小組 新北市報導